七十年代, 許冠文、許孫杰兄弟, 一套電影《鬼馬雙聲》, 將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換了一個包裝, 將粵語片起死回生, 從此香港人就叫這對粵語片港產片, 而且片中的主題曲, 也將粵語流行曲, 和粵語市井脆怪歌, 一度成為新潮流, 這邊的市井脆怪歌, 並不是新生的事物, 香港在三十年代的何大佐, 將粵曲轉化到流行曲, 以至市井脆怪歌的先驅, 例如這首五十年代的《口花花》, 山雕又無得的眾, 橫財雅限公 《誰說我傻?我請你吃燒我》 他的一曲《誰說我傻?》 到了九十年代, 仍然有人改詞翻唱, 例如《尹光》 香港在五六十年代, 絕大部份是藍來屠爛到香港的廣東人, 他們大部份都習慣看大戲和聽粵曲, 故此當時的電影都以戲曲片為主, 就算是時裝片, 也加插了不少粵劇味很重, 但有生活化的小曲, 例如梁醒波的這首《光棍欣儀》, 甚至好像《新馬仔》, 鄧忌晨的這類, 以細曲入詞來做插曲, 添合觀眾口味, 而這些插曲, 開創了粵語流行曲的《鮮蝠》, 在六十年代, 鄧忌晨、鄧忌晨、鄧碧瑩這三個拍檔, 就不再依附時裝歌唱片, 獨立貫錄了大量好像這首《才子佳人》那樣的趣怪歌, 徹底擺脫了熱曲味, 而且大受歡迎。 老闆年一蓋斬了, 我是大闊老闆家雪佛蘭, 代美金得起碼一萬五, 伴女人好似加利格蘭, 心浴浴上石一彈 六十年代初,英國《Beatle》作對又在香港演出, 風波出全港青少年, 很多人都唱過, 這首用他們《Can't Buy Me Love》傳入的《粵語趣怪歌》, 走快點啦! 到了六十年代尾,《粵語片色味》, 《粵語趣怪歌》亦都一度被人認為低級操作, 因而失去市場。 到了七八十年代,《雷匹德》, 《曲貫傑景》,《曲貫英兄弟》主唱的 《日系列主唱曲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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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思佛 吳冠院主唱是淺作怪,就說出了八十年來打工仔的心聲 從七、八十年代開始,香港一般家庭都只生了一至兩個小孩 而且環境逐漸富裕,小孩見貴了很多 由於營養充足,體魄,亦比五、六十年代好得多 於是,就算不是很有錢的家庭,也有很多更壞的小孩 許冠傑這首尖沙咀SUSE 就用鞋趣搞笑的手法,唱出社會的現象 尖沙咀SUSE 是當代香港縱壞的女生 而這首尖沙咀SUSE 是當代香港縱壞的女生 而這首尖沙咀SUSE 是說縱壞的男生 神神化化作風虛無 又不願提訴,總整日去到 窮途已冷走去暗天堂 曲詞諧趣之餘 既含有對重壞了千少年,斷臉的意思 如何有發變得富豪 望昂大善能與高 什麼字前話呢 那馬上立刻走去找工作 人必須知道自己的用途 不去奮鬥,你迷惡有囚怒 想賺錢應該快手,come on,let's go 著著聲即刻走去找工作 人必須知道自己的用途 市井趣怪流行曲,屬於市井文化,漢似匹俗 但是一直以來都是社會的縮影 而且,比起其他曲種 更加能夠反映每個年代的不同面貌 不同普羅大眾生活的狀況 市井趣怪歌,除了有豐富的輕鬆娛樂文素 在欣賞不同年代的趣怪歌之外 若果要體會不同年代的中下文情 這些市井趣怪歌的編曲和勇詞 往往是最能夠提供最佳的線索 人必須知道自己的用途 不去奮鬥,你迷惡有囚怒 想賺錢應該快手,come on,let's go 著著聲即刻走去找工作 人必須指以自己創老套 快去奮鬥,你一定會攀得高 你要坐Benz靠自己個腦 趕快立刻走去找工作 好,來吧 好,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